吃这个菜一举两个 牛肉也吃了 羊肉也吃了 大家好 我是阿华 武汉突然变凉快了 这天吃点热乎的也多舒服 今天我们在洋原南路 去吃一个天堂的钓锅 你看你吃的是啥 你家是个老店是吧 对呀 我们家开了一个十年了 那家什么特色呀 我们家这个肥肠鱼山 牛羊双瓶 还有牛羊双瓶 对 牛羊双瓶 武汉这边是我们家做出来的 这就是牛羊双瓶啊 牛羊双瓶 这是钓锅啊 钓起来的 对呀 钓锅 哎 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这个钓锅是哪里的特色 它是来自黄羊大贝山 以前山里面那个 物质匮乏 挖个洞 然后把柴火打起来 把那个锅吊着 然后把家里面一些农产品 鸡呀 鸭呀 腊鱼呀什么东西 都在里面一起煮 就这么个来的 咱们这牛羊双瓶里面有牛肉羊肉 还有什么东西 这个产品是我们在15年做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喜欢牛肉 又喜欢羊肉 但是它两个也想一想吃 然后呢 我们厨长就说 要不就把牛羊肉单独分开卤 完了就出品的时候 把它做在一起出锅 哎 这个效果蛮好 马上欢迎 这是我们做的萝卜圆子 这是我们做的那个鱼面子 都是自己做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黄刚的鱼面 哎 这个有特色 牛羊的双瓶钓锅啊 这里边牛肉羊肉都有啊 带骨的是羊肉 不带骨的是牛肉 这就是牛肉是吧 满下肚子 大口吃 我就快乐 这口感非常丰富啊 点这个菜一举两得 牛肉也吃了 羊肉也吃了 稍微有点一点点味道 这里边有葫芦 牛肉和羊肉 这葫芦都好吃 羊肉 这羊肉没什么摔着啊 真的很香 老板真的严重啊 这菜就搞瘋了 炸的荷薄蛋 哇 这个太有食欲了 牛羊肉的汤汁 这种荷薄蛋你说能够好吃吧 牛羊肉吃差不多了 还可以下来这个丸子 鱼丸子 面 还有辣排骨 这也太过瘾了啊 又来个叫锅 对 这个菜有点特定 肥肠鱼咋 这个是肥肠 肥肠 鱼泡 这个鱼子漂亮吗 6点45分 全都爆满了 来个肥肠 肥肠处理非常干净啊 这个什么藏西味 鱼泡 能把它焦日啊 这里边还有酸菜 这个口感非常丰富啊 这个辣味吃的很爽 这个要比那个牛羊汤冰糖 酱油稍微辣了一点 这个辣的很舒服 这个菜太适合吃米饭了啊 咬点汤 嗯 一口入魂的 加油天才万万 鱼杂非常泡泡 鸡豆锅的可以过来试试啊 真的大大到位啊